听几色的音语 把握在人里 七夜妙妙升起 隔江青万里 听选是我的长子 我全心全意地再给他 早就唐家的接班人 我为他付出了真情真爱 到头来 他却是别人的孩子 而听了 我一想忽视他 瞧他什么都不对 处处压制他 他却是我的亲生儿子 错误已经造成 现在说这些都来不及了 只有想办法弥补 老爷 出去 出去 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这 我知道我的行为 不值得原谅 但是我还想请你 听我说几句话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欺骗了我二十年 要不是今天停亮说出来 我就会把这件事情的真相 带到我的棺材里去了 这二十几年来 我每天烧香拜佛 为的就是想赎我 犯下的罪过和我犯下的错 你可以针对我 哪怕拿我的性命去弥补 我也毫无怨言 可是 亭轩是无辜的 我希望 你会善待亭轩 好吗 这几年 亭轩一直尊敬你这个父亲 他为了保住你打下的江山 他付出了多少心血 甚至付出了自己的感情 这些你都看在眼里 不是吗 亭轩和你父子一场 你们这二十多年的感情 岂是你一句话就可以抹杀 不是都说了吗 生的放一边 养的大于天 你养出来 交出来的 就是唐家的骨肉 是吧 去吧 让我再好好想想 女儿 你跟唐婷亮结婚了 我亲爱闻 现在可是名副其实的唐家少奶奶 怎么样 妈 我没食言吧 我的好女儿 可真有你的 可是 你这么着急就举行婚礼 我这个做妈的 也没去主持 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 另外这件事 要是让你爸知道了 他肯定会大发雷霆的 他除了永恩的事 我的事 什么时候伤过心 可是你想过没有 唐家老爷 也没有同意你们的婚事吧 万一唐老爷 不让你进门可怎么办呢 女儿 他现在不同意也不行了 我今天 请了很多记者 去拍摄我们的结婚典礼 明天所有的人 都将知道 我跟唐婷亮结婚了 他唐老头再不愿意 也只能认了 真有你的 我的好女儿 可是 唐婷亮先斩后奏 如果得罪了唐老爷 会不会今后在他们家的位置 也就不行了 妈 我说话 你是不是根本就没听清楚 我说 我是唐家的少奶奶 不是二少奶奶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黄金单身汉不在黄金 唐家大少爷不再是少爷 永安 快下来 快下来 怎么了 怎么 倩云 其实我一早就知道了 你一早就知道了 是啊 我是怕你伤心难过 所以才没告诉你的 倩云 其实这样也好嘛 唐婷亮他结婚了 那你说 你说什么 唐天亮结婚了 嗯 有这种事 你 你不是在跟我说这件事情吗 啊 啊 菩萨大慈大悲 所有一切 都是因我而起 我该怎么做 才能弥补这一切的过错呢 请菩萨指点迷津 既有今日何必挡住 你我都是有罪之人 我们就算用一辈子来偿还 菩萨也不会原谅我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老爷该怎么办呢 那个金家大小姐跪在门口不起来 您说该怎么办呢 他这是干什么 别理他 随他去 这不是唐老爷新婚的二媳妇吗 他干嘛跪在自家门前呢 你没看报纸啊 唐老爷根本就不承认这个媳妇 八成是不得其门而入 跪在这里求情 唐夫人 秦姨 都是我不好 我知道 我不该做出这么大逆不道的事情 求求你们原谅我吧 现在 连我亲生母亲都不理我了 我该怎么办啊 唐夫人 秦姨 一个大姑娘家 跪在我们家门口 真是不能让她这么下去吧 老爷 万一报纸明天又登了一大篇 说我们唐家如何亏待这个媳妇 唐家最近事情太多了 凡事还是低调点 不亦张扬啊 他弄这一招 无非就是想要我接受的 报纸爱怎么登就怎么登 随他去 我说了这个媳妇不能接受 就是不能接受 老爷 光天化日之下 他跪在我们家门口 公开认错 这就表示他是真心要道歉的 再说了 这假冒永恩那么大的事情 也不是他一个女孩子能够做得到的 都是瑞芬心术不正 才委屈了这个孩子 爱文其实对廷亮还是有心的 他是迫于无奈 才要跟廷轩订婚的 那是他咎由自取 他也太招有了 道歉嘛 都是自己家人关起门来道歉 这也罢了 非要敲锣打鼓地照告天下 好像我们唐家人怎么欺负他了似的 这就更不能原谅 爹 其实错全都是在我身上 问题也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出的 根本不关爱文的事 还有你 你还有脸来给他说情 我还没找你算账 你这是干嘛 还不赶快起来 我不 除非你爹认我 不然我不起来 爹已经说了 要认错 自己家人关起门来认错 你在这招摇过世 只会让爹更加反感你 秦义已经想了个办法 赶快给我起来 来 怎么了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爹到现在都没把接班权交给你 行了行了 走吧 你把我的花当耳旁风啊 谁让你把她带进来的 爹 都是我这个儿媳妇的错 做出了伤害唐家的事 就请你原谅我这个儿媳妇吧 爹 妈 儿子知道错了 请你们原谅我们吧 哼 错 我再三声明过 这桩回事我不答应 你为了一个女人 竟敢违背你的父亲 将来怎么办 我已经说了 我不承认她做唐家的媳妇 爹 请您喝了这杯媳妇茶 接纳我这个儿媳妇吧 爹 我知道 都是我这个儿媳妇 做出了华仲取宠的事 伤害到了唐家 可是爹 你也知道的 当爱情来的时候 是谁都控制不了的 就像当年 您和情依一样 是啊爹 要不是艾文 恐怕婷轩不是唐家 亲身骨肉的事 就永远失神大海了 你说什么 这件事 原来是她捅出来的 你说你一个外人 定敢插手我们唐家的事情 把我们唐家叫得乌烟瘴气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妈 我这都是为了唐家 给我住口 好了好了好了 都别说了 爹 我今天接你这杯茶 是因为你很厉害 你能帮廷亮守住嘉义 过去的事 我可以不计较 但是从今天开始 你必须谨记 唐家的家训 如果你做不到 这杯茶 我现在就泼了 媳妇请罪爹的教诲 你要记住 你今天所说的话 记住了 记住了 谢谢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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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秦 秦 做了唐家媳妇 就要把大小姐脾气拿掉 安分守己 荣家义夫 知道吗 爱问谨遵秦义的教诲 挺亮 起来吧 谢谢爹 谢谢爹 谢谢妈 谢谢晴姨 谢谢晴姨 以后这里 就是我的家了 我是唐家 明媚正娶的大少奶奶 你 永恩 你等着 这笔账 我迟早要跟你算 过来 二太太 你故意绕着我走 是吗 不敢 不敢 鱼妈 我现在是唐家的少奶奶了 以后要是在唐家 有什么不周到的 还得你们下人 多多提醒 当然 我也是在大户人家长大的 正于你们这些下人的本分 我可是了如指掌 清楚了吗 鱼妈 二少爷 行了 你去忙你的吧 好 到老远的就听见你在这叫训人 别太嚣张了 小心惹了众怒 我一个少奶奶 教训个下人 怎么了 反正你自己还是小心谨慎点好 我们唐府规矩多 你别忘了你刚来唐府之前说的话 触怒了谁 对你都没好处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对了 什么时候去见你的岳父岳母啊 行了行了 到时候找纪过去吧 啊 啊 啊 以后这里 就是我的家了 中文字幕称之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哦 你回来了 也可以当作我是路过的 怎么 现在就跟我上午饭了 爹 我想问你 你想不想知道 当天我是如何失踪的 怎么着 在外边转悠了一圈 还是觉得我们唐家这座靠山最可靠吧 亭亮 你说什么呢 亭轩再怎么样 他也是你大哥呀 是啊 毕竟是二十几年的相识 叫一声义兄也不为过吧 过去我这位哥哥就是因为头上顶着个堂子 才会风风光光的 人人敬仰 不知道现在没有我们唐家做靠山 他要白手起家 还能不能干得出像爹这样的江山呢 是的 可是 当我在为唐家的事业 花尽心思 费尽周折的时候 那你又在干什么 我在干什么 我被你赶到大街上 瞻仰你的丰功伟绩 你住口 说吧 你到底是怎么失踪 那天晚上 我从银号走出来 一个人在路上走 突然下起大雨 我看他对面 有一家卖雨伞的小店 我就立刻跑过去 就在拿完伞以后 突然有人攻击我 我立即换手 可是打不过他 后来 被他们蒙了麻袋 我挣脱不了 他们有人 用棍子打我的头 我的头开始感觉晕 之后 他们就把我丢到海上 当时我的伤势非常不严重 我根本无力伤 就在我快撑不下去的时候 一艘路过的渔船救了我 把我带回一个渔村 之后 我整整昏迷了半个多月 终于醒来了 难怪我在本市的大小医院都没找到你 那你为什么不回来呢 我当时的伤真的很重 我就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 那么唯一 就是继续休养 最后又过了两个月 我身体 算是康复了 我就给你写了封信 以报平安 可是在我回来之前 我已经派人暗地里调查 已经有了美目 只是苦无证据 直到一个月前 我遇到了一帮赌棍 其中有一个人的声音我记得 我认得很清楚 就是当天 要拿我命的其中一人 他也当场承认了 他是收了某一个人一大笔钱 要他把我杀死 谁啊 他没说 他说他只是为了钱而干活的 所以我也不方便再问 可是 他也告诉我了 他说 那个人 跟我的关系 一定不简单 爹 他在这儿胡说八道 他现在是因为没有了身份 才故意变出这些事情 来替自己解围的 他又没说你 你紧张什么 继续说 我今天出去了一整天 就是去找这个人 我还带着一张照片给他看 我希望 他能帮我把这个人认出来 结果 他说当天 只是他的那个人 跟照片上的那个人 是一模一样的 笑话 你怎么早没把照片拿出来看呢 为什么非得选择今天 你分明是在胡说八道 唐廷亮 你问得真好 为什么 我当天 我当天不去指认那个人 因为 当天我不希望我的父母 要接受这么一个残忍的事实 我不想让他们伤心 因为当时 我以为我对唐家的一片苦心 可以唤醒那个人对我的兄弟情 因为当时 我以为那个人 他只是一时糊涂 他总会醒来的 所以我一直留条后路给他 可更重要的 是因为那时候 你 还是我亲弟弟 你现在清楚了吗 我早就知道今天会有人说我 信口雌黄 爹 今天我已经把这个人带来了 德贵 是 老爷 少爷 人带来了 我想问你 当天 指使你对我下毒手的人 你帮我看清楚 他在不在 对 就是这个人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 爹 他们分明是串通仪器 小心我告你造谣 我跟各位无冤无仇 我只是一时财迷心窍 承蒙这位唐先生不念旧恶 愿意原谅我 我若再不说实话 就天理难容了 说话要讲究证据 你有什么证据 你拿钱给我的时候 我发现你手上有一颗黑痣 德贵 给这位兄弟拿点银子去 是 这位大兄弟 这里发生的一切 千万不要泄露出去 好 我也是江湖人 我明白这个道理 好 这就好 老爷 我们退下了 去吧 走 停轩 你也先下去吧 这件事我会处理 知道了 这些银子的轻辑 得了 租赛 这些银子的银子的银子 上面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有朝一日他们羽翼丰满了 就会发过头来咬我们一口 你还敢说他冠冕堂皇 你在海亭轩之前 你不知道他的身世 连亲兄弟你都敢下手 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我怎么会生出你这种儿子 我再怀疑是你的亲生儿子 他唐亭轩也并非什么善类 爹别怪我没提醒你 唐亭轩知道我们唐家太多的身世 太多的秘密 你要留他在身边 只怕有一钱 我话说到此 爹是聪明人 我想也不用我多费唇舌了 走 滚 老爷 喝杯水吧 降火的 慢点喝 慢点喝 老爷 你看现在 怎么打算 家业体系胖大 潜移发动全身 也只能维持现状 其他的 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可咱们也不能过河拆桥啊 唐家的事业能够维持到今天 亭轩他也有一份功劳和苦劳 先是唐亭亮 先斩后奏取了艾文 然后是唐亭轩身世爆发 再就是艾文常规唐府大门口 一天一报 连环报 这唐家 最近可真热闹 都是别人的家务事 是 我就是觉得 唐亭轩现在尴尬了 以他骄傲的个性 突然面对这样的变故 情何以恳 其实我当时挺同情他的 是啊 也不知道永恩小姐怎么样啊 我只希望永恩别再跟这个人有任何瓜葛了 可是有一点你考虑过吗 永恩小姐是个有侠义心肠的人 唐亭轩风光的时候 他不一定会去凑热闹 可是现在唐亭轩失势了 永恩小姐会不会回过头来接近他 给予唐天轩友谊上的支持 这很难说 对不起 也许是我多虑了 参谋长 您很想见永恩小姐是吧 据我所知 今天是秀女的大喜日子 我猜永恩小姐一定会去帮忙的 您送个礼去 说不定可以巧遇永恩小姐 今天要把你打扮成最美的新娘 我再美也没有标签你 漂亮啊 你是电影明星呢 贫嘴 来 把这个带上 永恩姐 谢谢你 要不是你 今天也没有这个婚礼了 所以才要好好珍惜啊 你一定要做世界上最最幸福的新娘子 我看看 参谋长 怎么不进去 你替我拿进去 参谋长 战场上你可是说一不二的 怎么现在这么 不 不什么 没什么 在这儿等我吧 新娘子不能见客 新娘 我是来给秀女道贺的 这是 这是贺礼 我替秀女谢谢你 不过新娘子出格以前不方便见客 永恩 我能跟你聊一聊吗 里面还在忙 新郎迎亲的时辰马上就要到了 我就先不照顾你了 这儿 来 来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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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好国家 净算是 熬出头了 是呀 大点水 大点水 起俊 你来了 是啊 我来倒喝的 正要走 我刚跟秀女的妈妈说完话 也要走呢 咱们一起走吧 好 沈参谋长 什么事情 这是永恩的地址 去这里找他吧 谢谢你 不客气 老人 送一兰回去 是 咱们等 咱们等 给我打开 哦 宋小姐 这酒烈 还是别喝了 我要的就是烈酒 让你开就开 宋小姐 你慢点喝 这样喝会醉的 醉了岂不是更好 就不知道什么是爱恨情仇了 不是吗 酒 喝多了 伤身 伤身 总比伤心好 给我 陪我喝 漂亮 这样才算是男人吗 ven 有 对 对 我